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外看中国》,我是郝一博。 十月刚刚开始了,十月一日就是中国的。 不过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叫它那个名称,而是叫它国商日。 因为就在这一天,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一段延续至今的恐怖统治,对中国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伤害。 前阵子大家很流行跟中国道歉,不过我觉得中共才是最需要跟中国和中国人民道歉的。 理由是什么?请看我们的整理。 首先第一点,土地改革。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曾施行土地改革,中共跟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他们实施的是杀人的土地改革。 作为夺权后发起的首场运动,中共当时完全能够和平进行改革,但毛泽东却认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与地主面对面斗争。 对,斗地主在当年不是游戏,是真实的阶级斗争,甚至还设定敌人数量,把杀人当KPI,造成上百万人死亡。 而且重点是,通过斗争得到土地的农民,美梦不到两年就惊醒了,因为1953年中共作出决议让农民把土地交回。 第二,大跃静在杀人土改后,接着而来的是喊着超音感美的大跃静,但在错误政策和浮夸造假等因素影响下,大跃静不但没超音感美,却造成人类史上最严重的人为饥荒。 距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生统计,大跃静造成36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比一次大战死亡人数多两倍,是二战希特勒杀犹太人的六倍。 为什么全世界都知道犹太大熟杀,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国的大饥荒,当时我去采访的时候,那些他们胡乡来的人说,几乎是春春都有吃人,有时候是吃自己的孩子。 著名历史学者Frank Dicotta则认为大跃静造成4500万人死亡,并形容这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有预谋大屠杀。 now ranks as one of the great mass murderers of the 20th century. 'How did one man get away with all of this?' so it seems to me that it is both a man and a system, who are both responsible for this. it's a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that time。 第三 文化大革命 电影《The Purge》果定杀戮日 描述了政府制定杀人无罪日的故事 历史十年的文革就是类似场景的扩张 只是在中共发动的文革里 每天都是国定杀戮日 回到历史 毛泽东发起的文革除了对他个人的邪教崇拜 政治斗争以及红卫兵的疯狂武斗 和大量中华文物遭破坏外 最可怕的是在文革期间 中共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影响延续至今 第四 六四天安门事件 发生在89年的这场学运 是由中国年轻一代学生发起的民主运动 是中国当年走向民主的一线曙光 但中共却派兵以学新手段镇压清场 同样的手段在27年后仍未改变 2011年因争取民主而登上国际版面的广东乌坎 当地民众于上月再度发起和平游行 却遭三千防暴特警禁村镇压 避免迫害法轮功 主张无神论的中共自建正起 就开始打压精神信仰 中国至今仍有无数天主教会 因不愿加入中共而成为地下教会 而由中共前领导江泽民 动用与国之力对上亿法轮功学员的惨酷迫害 则是中国历史上迫害信仰最黑暗的一章 其中包括活摘器官贩卖事件 他参与了这件事情 却一直没有告诉我 一直是秘密的进行 他在夜间经常做噩梦 非常紧哭 我或者孩子 要是一碰到他的时候 他会大叫 他在日记里 有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 当这个病人昏厥之后 他用剪刀脚开 这个病人的衣服的时候 从衣服的口袋里 掉出来一包东西 他打开一看是个小盒子 里面有个圆的 做法轮的那个护身符 上面有个纸条 写着 祝娃妈生日快乐 我知道我 受了很深很深的刺激 目前国际间 在法轮功学员 人选物诗 及专家学者的努力下 这项令人发指的暴行 正在被揭开和制止 第六出卖国土 今年7月的南海仲裁 引起不少中国民众反弹 但事实上造成中国领土损失最多的 却是中共领导江泽民资料显示 江泽民在99年和俄国签订的议定书 直接否定了康熙皇帝时牺牲无数官兵 遇血奋战打下的尼布除条约 并承认中华民国和历届中共政府都否认的不平等条约 有研究估计江泽民任内丧失之中国领土 可能超过百万平方公里 数字相当惊人 第七贪官盛行 中共官员贪污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以中国央行的数据为例 自90年代中期起 中共外逃官员人数超过一万人 卷款金额达八千亿人民币 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第一这是中共官方统计 我们就不解释通常官方统计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第二这个数字是世纪败露外逃的 那美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多少钱 难怪民间流传一句俗语 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 第八环境污染 中国环境污染严重 从水空气到土地沙漠化等各种污染 已经严重威胁老百姓的生存空间 以空气污染为例 相关研究报告指出 百分之三十八的中国人呼吸着不健康的空气 全球每年因空污死亡人口约五百五十万 中国占一百六十万 排名世界第一 这样的严重污染和中共正发展清环保的政策有绝对关系 监管部门都不想去触及这一块关得了吗 能取缔得了吗 怎么关不了呢 你开玩笑 一千万灯干是多少人就业 十万人就业 河北的干体结实到什么程度 已经到了你取缔不了的程度 同时从上百座癌症村到各地大规模反对新建垃圾粉烧城等高污染设施的探疫事件看来 第一次探队 第一次探队 保卫家人 不少污染事件更是官员为了一己之私而草菅人命的恶意措施 这个化工厂是由中国政府的保护 中国的政府保护了嘛 现在就是别人为了俩了 别为中国人指草燕子当然都不害中国人了 第九 食品安全 中国黑心食品举世闻名 食安令民众胆战心惊 两个角度分析食安问题 其一方面涉及政府监管和官商勾结 以三路奶粉为例 病情发生后 财团和石家庄政府隐瞒实情 为及时上报 而在事件爆发后 中共竟然禁止律师为受害者集体诉讼 另一方面 各种黑心食品显示众多商家道德感低落 为赚钱无所不用其极 背后原因来自中共建政之后一连串大型斗争摧毁道德底线 简单来说社会病了 可是病毒却是政府 第十 网络封锁 中国目前有近七亿网民 网络普及率超过50% 但这些网民仍受中共自建网络防火长城的限制 只能浏览被审查的资讯 这样的目的无非为了隐藏中共黑历史 以及各种不敢让人民知道的真相 以维持政权稳定 讽刺的是 中共一方面不让人民上外国网站 一方面却撒钱派出大量五毛上网留言 据统计中共每年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近五亿则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整理的理由 有时会有网友跟我们说 我们把中共讲成这样 难道中共完全没有建设国家吗 我举个例子说明 一个连续杀人犯 他可能每天都规规矩矩上班 吃饭都会付钱 过马路都会看红绿灯 可是难道这样他就不是杀人犯吗 我们会不会因为他不闯红灯 就说他可以杀人没有关系吗 应该不会吧 因为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最近中国历史学家辛浩年 有段以前的演讲在Facebook上很红 跟今天的主题也有关系 一起来看一下 有衣服穿 有饭都吃不吃不吃 这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我认为武汉大学很一样的 然后你离开武汉大学 离开了中国 你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而在座的各位 一天向你讨笑 我们待会合作的时候 我觉得你又求你 没有资格来讲中国 以后怎么办 你没有资格 来路虽然一样 但是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认识 你说有个共产党才有饭吃 你说有个共产党才有遗传 那我现在再告诉你 1962年 中国共产党在10月间 开了神父时期痛头会 在这个痛头会上 他们认为从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 所谓自然灾害 实际是封条骨顺的岁月 完全是因为人祸造成了 4300万人的不正常死亡 中国自古以来 饿死人的走错 都很难打 这个数字 最起义 第二 1931年 日本侵畅中国中三省 到1945年 日本投降 14年 日本杀死杀伤了中国人 两千一百万人 准备 我告诉你 1949年到 毛泽东死 左右的二十八年 结果不算六四 不算现在被发布了 这个 中国共产党 至少杀害 准处决 逼死中国人民 八千万 是日本帝国杀了中华同胞的四倍 走向中国这部电视剧 是中国大陆拍的 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拍的 他怎样歌颂了走向中国 他怎样歌颂了三民主义 神经上的革命 他怎样去制作了满清王朝 改革开放的 浮浪和伴 是事实吗 可是这些事实 他们不是中国人吗 他们是在接触 不 他们是在追溯律时 追向情境 他们也是像我一样 希望共产党能够最后用一件事情 来对中国人民 多多少少的立下一份功劳 可是看来他做不到 因为走向共产党 说得很清楚 凡事假改革 并真格 你是要去防卫选 你首先要摆脱掉自行感情 你要摆脱掉自行立场 你要摆脱掉虚无的 从爷爷到底敢共产党 恩的那样一种情绪 就像我一定要摆脱 共产党对我个人 所做的那些事情 我并没有受迫 我也不是共产党感受的 我就是因为在85年以后看到了这个历史以后 我痛心了 我为自己从小受了一个胜利者的欺骗而感到痛苦 我才壮着档子要写这一本历史 因为我爱我自己的中国人 我爱我自己的中国人 不是这个访问的学者 访问的学者也学者 学者是什么 要学会这样振脱 如果你今天真讲出了沉串的事实 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你们家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那我就扶你们去 如果你讲不出八十多年共产党对民族国家人民所做的贡献 而我讲说当地民族国家人民所犯下的这些 那么你这个访问学者和我这个访问学者就一个重大的许多 我是爱中国 你是爱中共 谢谢 大家同意吗 回到中共跟中国道歉这件事 我相信很多中国网友跟我的想法一样 就是他们已经不期待中共道歉了 因为这些事实道歉也没有用的 对于中共只剩最后一种处理方式 就是跟其他邪恶政权 比如纳粹一样 瓦解 审判 然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那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其实不难 跟我们平常讲的一样 了解真相 然后分享和传播真相 OK 要做成长辈图也可以 那或许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迈向全新的一章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老外看中国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心得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